1718中午的大考的詳題目的第二題 現在用5個Hz的頻率造成一個水波 即是說F是5Hz 這個就是位而距離線圖 各位同學即是說其實它暗示了 如果波長是4cm 你一直保持Cm不要緊 波速都要Cm 即是0.04米 行不行 而它沒有表達到震風來多少 不要管它 好了 回應第一個份 頭的波速V等於FL 頻率是5Hz 0.04 所以這個是0.2mS-1 或者20cm per second 接著在現在這一刻 Y粒子的震動 因為波是向右走 所以一陣間波形就會變成這樣 一陣間波形就會變成這樣 於是Y這顆粒子 它只能夠上下移動 就會飆了上來這個位 我們的表達方法就是 這個是Y- 這點是Y- 這點是Y Y去到Y- 所以這裏只需要表達向上 表達向上 跟著要草圖 0至0.4秒之間的Y粒子的位移動 時間線圖 即是看著Y 只是看著Y Y在0秒的時候 是在0位 所以一定要從這個位開始 而它現在向上下 行不行 而周期 因為頻率是跟隨周期有關 所以周期是 頻率是5 周期就是0.2秒 0.2秒 即是說 這樣 是一個周期 那現在這顆粒子 一開始是0 接著就向上 所以 我們將這個時間得到一半 形態應該是這樣 表達到兩個周期一身 表達到先向上再向下 這個都需要回答到 接著要畫到跟這個的振幅相弱 要畫到跟這個的振幅相弱 好嗎 好了 這個都不是太難 下面就衰了 就搞什麼呢 就是 在圖2.3 大部份學生被它振了什麼呢 就是 A和B是兩個水波槽裡面 相同的點震源 其實不只是你們 可能我也會犯一個錯的 就是 現在換了點震源 剛才 那個波長 是 0.04米 現在換了震源 所以波長有機會變了 群群也有機會變了 而 我怎麼知道它是否變了 我們再看看它提供的資料 就是 p點 是 q點 自p 是第二個極小 那什麼叫極小呢 那就是說 這個是中央 這個程差是0 這個是第一個極大 那就是說 這個位置的程差是一個波長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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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位置畫得不好 這個位置 是第一個maximum 它的程差應該是一個波長 可以嗎 而 這個位置 就是第一個最低 它的程差應該是0.5個L 跟著 上面這個位置 再遠一點這個位置 就是第二個maximum 這個的程差是2.5個波長 這樣才會夾住 q這點 是一個最低 是一個最低 而那個程差是1.5個波長 我沒有記 看不看到分部 看不看到分部 其實 就是延下之意是這樣 那既然這個位置是第二個minimum 延下之意 就是說 Q點的程差是1.5個波長 那就是說 15cm-12cm 是1.5個波長 就是說3cm 是1.5個波長 一個波長 原來在這個case來說 是2cm 我現在做的這一段 我現在做的這一段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C2 就是B2 好嗎? 我剛才那些做完 你自己看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同學要留意 所有的題目 由A part 轉去B part 如果它不是說 是承接上題的話 你要留意 它的資料是否承接上題 然後 為什麼會出現極少 如果你能夠答到 雙消肝線 是1分 為什麼會雙消肝線 為什麼會雙消肝線 因為Q點的程差 Path difference 情差 是1.5個波長 這個是第一種答法 另一種答法 就是兩個波 在Q點 是這個 反相相遇 都可以 Antiface 去相遇 即是說 這個鬼 是第一分 接著 可以答情差這個項目 或者可以答兩個波 是Antiface 相遇 是第二分 隨便答1點 不要求2點 這個講了 全班 是沒有人做到的第三部分 很多同學 以為是那個波形點變 它是問人的振幅點變 這個振幅是指水波最高位 那個波形是會越傳得越矮 振幅越低 但是因為歪軸是振幅 所以振幅是只要輕微地下降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題的做法 振幅越遠 因為能量是擴散 所以振幅越來越小 它不是問一個慰疑點變 不是問一個波形點變 是問一個振幅點變